預備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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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麼樣的比賽 讓人類學校校長都成為選手來參加比賽 這場叫做下次遊行派對遊行比賽 今天晚上有校長做的比賽項目 從很多單人校長以來 將來不必有比賽經驗的校長 一直說是很難得的經驗 當校長之後再參加比賽這是第一次 對 覺得怎麼樣 非常興奮然後跑完那個遊玩了之後 覺得自己又年輕了五歲 可是應該是要常常來運動了 才會更健康美麗 加油 加油 經驗就看是比賽過程 在遊行比賽有大部分學生加油團 每個人都拿到一堆加油棒 大聲發加油做燈 警察的上面 是一點就不適合在遊行比賽 台灣人嘛 加油就對了 你加油就對了 對對對 第一名啦 第一名 沒有啦 沒有說那麼低調 低調就好 對 除了有校長做的比賽 學生做的比賽頂目也是相當有看頭 比賽不以學生各地的遊行技術為主 比的是團隊的表現 一般為單位 每一堆十六的人 用遊行接用的方式比賽 讓學生透過團隊合作的方式 進出好性格 因為在學校有比賽的第一名 我們班 第六學到是張欣火曉 沒有 第七學到是張欣火曉 第七學到是國欣火曉 A組 沒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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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 第七學到是 總共也要是做出 來大家提供遊行運動的目的 各鄉鎮它是一個城市 然後派出隊伍來進行活動 所以它叫城市游泳派對 它其實這個是一個輕鬆性質的 它就是鼓勵 它像它的競賽規程裡面 講了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說 希望以全班 全班為單位 就不要去哪一班比較厲害的同學 就抽出來 它是以班級為單位 這班級的所有同學都會游泳 然後派出十六位同學來進行游泳 所以它是一個很輕鬆的一個方式 來做這個比賽的 就是因為比賽性質不是最重要 遊行在裡面 看不到教練的競爭氣氛 尊重是在不斷的加油聲中 增加了不少歡樂流在的地方 依照我教學的彩虹報道